白宫医师证实拜登最近感染的是具有高度传播性的Omicron新亚型变异株BA.5 也就是目前扩散到全美的主要病株 且医疗团队这五天来都是以抗病毒口服药Peslovide来治疗拜登 并借此降低重症风险 据了解拜登自21日确诊后便被自主隔离在白宫关底 且病情一直有持续改善 虽然曾有咳嗽、喉咙痛、流鼻水、全身酸痛等病症 但拜登在五天隔离期间都没有发烧症状 且病情一直有明显好转 白宫强调主要原因是来自于拜登已经完全接种疫苗与加强针 因此病症很轻微 而拜登也特别为他的痊愈公开推文向医疗团队致谢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